來我們看一下下個單元我們介紹的是那個橢圓 橢圓那其實我也是一樣跟以前講過的話一樣 先看那個標題 它講說我們介紹的是橢圓的圖形 跟它的標準式 所以顧名思義它會介紹什麼東西 橢圓圖怎麼畫出完的 對不對 包含它的定義嘛 然後還有呢 標題是什麼意思就是 什麼樣子的方程式呢 代表是橢圓 這樣子 會啦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那個橢圓定義 好 這個請你畫起來 它說 所謂橢圓定義是說 我給你兩個定點分別是F1跟F2 那麼 它說跟這兩個定點的距離合 都是等2A的那個 所有的動點的P 所形成的圖形呢 就稱為橢圓 也就是說 PF1加PF等2A 好 什麼意思呢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發現要你畫的那個 看起來看的那個圖 對不起 不是這個 這個才對 這個圖 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這裡有兩個定點對不對 F1跟F2 不好意思 F1跟F2 這兩個點這個F1跟F2呢 是固定的 那我例如說 你這邊長個點 你說像這個點對不對 你把這兩個點 這個點 PF1跟PF2 這兩個距離相加 然後加符合這個規則的 所有的那個點把它畫出來 比如說 我先讓我畫個點 這個點 好 那我用藍色的線去畫 好 你把這裡的那個 F1跟F2 假設這是Q好了 QF1跟QF2 這兩個相加 是不是有個距離對不對 那我說 紅色這兩段相加 落等於藍色這兩段相加 像這樣子的點 你全部把它描出來 所為成的圖形 就是個橢圓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橢圓上面 隨便一個點 你兩個連接起來 跟剛才那兩個相加會一樣 會 這橢圓定義 這樣聽懂嗎 會不會 最後再講一遍 我橢圓定義是什麼 我到兩個點的距離和是固定的 有沒有 一個洞點到這兩個定點有沒有 這個距離和是固定的 就稱為什麼 橢圓 好 我們複習一下 還記得我之前講過那個什麼 拋路線 拋路線定義是什麼 我怎麼畫這拋路線的 就是 我給你一條線固定的 然後點了固定的 然後我說 只要符合什麼東西 只要符合 我這個點 這個洞點有沒有 我到這個定點的距離 跟這個線的距離 如果都一樣的話 把這樣子的點全部把它連起來 就會變成什麼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拋路線 你說拋路線上面每個點 他們距離都會怎樣固定 但是我想注意哦 我講的距離是說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但我問你這個 我問你這個 我沒有說哦 我只說 它到它這個定點的距離 跟它到這個準線的距離 是一樣的 這樣子的每個點 畫出來的圖形 就是什麼東西 拋路線對不對 那椭圓是告訴你說 我這個動點 到這兩個定點的距離合 是一樣的 因為我要告訴你 下一節要教你是雙曲線 雙曲線剛好跟它相反 它說我跟你兩個定點 然後呢 一樣 他說這兩個距離呢 差是一樣的 注意哦 說講距離差 是一樣的那個圖形 就稱為雙曲線 就是 這也不是有距離 這也不是有距離嘛 然後它們兩個相顯會一樣 所以變成雙曲線 所以你要把它們的定義弄清楚哦 拋路線的定義 椭圓的定義 跟雙曲線的定義 那這個你先知道就好了 我只可以跟你講說 我們下個當局會交到的 這樣子 會了哦 好 那這個會了之後 你看這邊椭圓的定義 我們說 這個P值是個動點 然後呢 它主要什麼規則 就是 PF1加PF等2A 注意這個2A要記下來 就是 這兩段相加等2A 那2A是個固定的值 OK 然後把這樣子的圖呢 等級都把它連起來 稱為一個什麼 就形成一個橢圓 好 那下面有一些重點名詞 要把它記下來的 好不好 你要自己畫一下 第一個 我們介紹的是交底 什麼是交底 就是這裡 F1跟F2 好 那我給你建議是 你可以把這個圖畫起來 這個圖 因為這個圖畫 把所有東西都講進去裡面 好 這裡的F1跟F2 指的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交點 就是那兩個定點 這個交點 好 再一下中心點 什麼中心點 中心點 就是兩個交點的中點 就是像這邊 F1跟A2 中心這個點就稱為 中間這個點就成為中心點 會啦 好 然後第三個長軸 什麼長軸 通過交點的那個直線 然後呢 會相交 跟這個橢圓的交點 這條線在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 這個部分就稱為長軸 看到嗎 一個橢圓 然後通過交點 的那個直線 就稱為長軸 然後這個長軸 就是2A 所以換句話說 你看這個2A 剛才有沒有看到 剛才看到這個2A 我們問什麼是2A 就是這兩段相加 不是等於2A嗎 所以換句話說 你看這裡 如果這是P點 你認為 PF1加PF度 有沒有等這個長軸的距離 其實就是有 為什麼 因為長軸就是所謂的2A 所以換句話說 這兩段相加 剛好你就等2A 所以我知道說 這兩條線 PF1加PF度 就是等2A 就是等長軸 接下來很重要 好 那什麼是短軸呢 就是通過中心點 垂直長軸的 就稱為什麼 這是第一方 通過中心點 然後垂直長軸的 這條線就稱為什麼 短軸 然後短軸是什麼 其實就是2B 2B 你一定問老師 什麼是A 什麼是B 因為等一下 我們會叫它那個標準式 標準式 就是A平方 B平方 那代表就是長軸 跟短軸的意思 好 那重點來這邊 你要記憶一下這裡 這個我建議 你是背這個比較好 背一下這個 應該是B平方 會等於A平方 減C平方 你把它寫上去 或者你怕你自己弄錯的話 最好方式這樣寫 就寫著 A平方等於B平方 加C平方也可以 像我的話 我是背這個比較快 就是長軸的平方 會等於短軸的平方 再加C的平方 什麼是C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什麼是C 好 接下來 所以看這邊我們寫到有沒有 A平方等於B平方 跟C平方 可以建議 是這個 好 那再來看一下 長軸頂點 這邊叫長軸頂點 長軸頂點就這邊 然後短軸的那個頂點 指的是這個 通過什麼哪裡 通過中心點 然後呢 是短軸有沒有 這兩個叫 注意哦 很多人會把短軸記錯 很多人以為短軸是那個什麼 交點這兩條 這個兩條短軸不對 短軸指的是這個部分 有看到 通過中心點的上下 這個地方兩條交點 叫做短軸頂點 會啦 好 再看什麼是弦 弦是通過 任意兩點 就是 隨便找兩個點連起來的 就稱為弦 像這裡叫弦 好 那什麼是交弦呢 就是代表 剛才除了弦以外 他通過哪裡 通過的是交點 就稱為交弦 好 那什麼是正交弦 正交弦是 除了通過交點之外 他要幹嘛 垂直 這叫正交弦 那正交弦的公司是什麼東西 正交弦的公司就是 A分之二并零方 好 這個等於要把它記下來的 A分之二并零方 OK 好 再看交半徑 什麼是交半徑知道嗎 交半徑 交半徑指的是說 橢圓上的點 跟交點的連接線段 就稱為交半徑 好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 這一段 就稱為交半徑 這一段呢 這也叫交半徑 所以請問你 交半徑會一樣長嗎 當然不會一樣長 因為我們講交半徑嘛 就是 橢圓上的點 跟交點的連接線 都稱為交半徑 所以這邊有交點 這裡有交點 所以這一段 跟這段只會一樣長 所以交半徑是不會 在橢圓上面的交半徑 是不會一樣長的 聽懂嗎 好 然後再來看這邊 我們剛剛講過的就是 橢圓上任何一點 到兩個交點的距離合 一定是2m 好 這是從定義連接線知道的 會啦 OK 好 那你還記得我們講過 什麼是c嗎 以前我們講c的時候 c指的是哪裡 你知道嗎 c 好 這邊的話我其實建議你 是這樣畫的啦 畫一下這個地方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這裡 我建議你這樣子 這邊畫 這邊 我看怎麼畫比較好 這一段是其實多少 像這一段 看有沒有知道這一段 這段其實就是a 為什麼我們知道這間是a 因為我跟妳講過了嘛 長軸距離不是2a嗎 從中心的這邊來的 不是就是2a嗎 就是2a對不對 所以一半的話應該是a而已 聽懂嗎 啊這一段呢 其實是誰 就是b b 蛤 哪一個 b指的是這個地方 b指的是這一段 b指的是短軸這個部分的長度 就是b 因為整個是2b嘛 所以一半就只有b而已 好 那什麼是c知道嗎 旁邊抄上去 抄上去 c指的是什麼c 中心點 到焦點的距離 把它抄上去 c指的是那個 中心點到焦點 就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c 看到嗎 ok 然後它會符合那個a平方 等於b平方 加c平方 這個你為什麼會知道 a平方等於b要加c平方的原因 是因為 你把那個線段拉出來之後 剛好可以組成一個什麼 指甲橫角形 哪個其中的一個a 就變成什麼 a就變成斜邊 這樣聽懂嗎 我再講一遍喔 這段是a 這段是c 這個是b 然後你把三段拉出來 後面成一個c 對 剛好c會在a裡面的一部分 但是我意思說 你把三個線段拉出來 重新把它拉直 變成一個斜邊角形 剛好變成一個直斜邊角形 然後起初就變成像這樣子 其實會變成這個就是a 這個是b 然後這個會變成c 它會否定規則 這樣子 ok 好 這個你把它記一下